- Out of the cold into my woman in the sun 嗨 又來到我們 - Moe Moments - Yeah 今天我又有Sam和Mu在一起 Sam是不是要說一些話 當然了 大家一定要Like和Subscribe - Moe Moments 實在太豐富了 太好看了 那今天就 - 恭喜發財 - 恭喜發財 - 今天我們要做那樣就是- - 但這個番茄有點不同 - 這是牛茄 - 牛茄 - 有甚麼分別 - 其實牛茄很香的 - 但它的質地比較容易軟 - OK - 是的 - 因為我喜歡它的樣子和夠大 - 它好像不是很滑的樣子 - 有些紋的樣子 - 我覺得很棒 - 也很好吃 - 所有的這三樣東西 - 薯仔、番茄、洋蔥 - 我們都要厚切 - 厚切嗎 - 厚切嗎 - 對 厚切 - OK - 譬如這個番茄 - 我們要切開三個就行了 - 好了 - 這樣就叫厚切了 - 搞定了 - 對了 - 那你切另一個吧 - 好嗎 - 我等我來吧 - 撕不出來的 - 為什麼你會撕到的 - 撕不出來的 - 撕不出來的 - 撕不出來的 - 其實撕不出來的 - 也不要緊的 - 我們用刀來弄它出來就可以了 - 太好了 - 厲害到不得了 - 弄得比我更好 - 不是吧 - 因為我覺得你一開始就看到你 - 是會做的 - 為什麼呢 - 有很多人不是這樣的 - 怎樣啊 - 反過來的 - 好多人喜歡這樣 - 那我就不相信了 - 我跟你一樣 - 但是別人說要這樣才不相信 - 他們這樣 - 他們要這樣 - 其實假裝我們不懂的 - 就不用六頭六腳 - 對了 很討厭 - 我常常覺得那些人是懂的 - 不懂的 - 那就 - 給你了 - 馬上阿Boe姐就做回了 - 我有套筆的雙手 - 其實薯仔也分別很多種薯仔 - 我當時在英國讀書 我都不知道,有些同學告訴我 就是英國人,他們有很多種類的薯仔 說不出名字,其實我都不懂分 我總是覺得薯仔就是薯仔 不用分了 總之吃得好 買到哪樣,你就吃哪樣 這個菜式就沒所謂了,什麼薯仔都可以了 最重要是大隻一點 這裡好像剛才一樣,切三片 這樣就要煮兩個 Chef,乾不乾淨嗎? 乾淨了 OK,Chef Wee Chef Wee Chef 好像在考慮試 我都說很緊張 平時煮的東西都沒那麼緊張 不緊張 而且它很浮誇的,平時做onion的時候會 會哭的 是嗎? 很難,現在沒那麼感動 平時老婆在旁邊,很感動 你叫給她吃 非常好 洗乾淨了 我們可以整天用,是不是好? 你這塊東西,接下來就拿去洗臉 我可以借給你回家洗臉 我會留給我爸爸 嘩 這個菜式的主角就是 法國大西洋白雪魚 大家上網看看它和銀雪魚有什麼分別 其實真的簡單到 只是用鹽和胡椒粉去醃一醃 製作品 這塊我們又做了一次 這邊我們又做了一次 很厲害 還有很多維他命B 維他命B 維他命B?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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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真的對牛肉價值很有名 這樣就加少許油 少許就可以了 OK 因為 Cock有很多油 然後逐層鋪下去 OK 我想你試試鋪下去 把它放進去就行了 對,放進去就行了 OK 然後我們就 薯仔 薯仔 又是這樣 好笑呀 好像砌植木一樣 是呀,真的砌植木一樣 好了 番茄 好笑呀 真的要這樣設計一下 好像起樓一樣 對,好像起樓一樣 建築師 好嗎 然後就是我們的主角 就放在面上 哇 OK 我看看它會不會差不多了 OK 然後這樣之後 我們就放少許配料 就是這些營養 放進去 是不是很漂亮 好,可以放進去 已經夠這麼小 然後我們就蓋住它 對了,這樣蓋住它 30分鐘 開了沒有 開了,不要心急 是不是很香呀 已經聞到了 哇 嗚啦啦 嗚啦啦 嗚啦 嗚啦 這是什麼 是不是很香 這個真的是 你以為這樣拿上桌子 騙到人了 是不是 會不會讓人以為好甜啊 好厲害呀 真的 只是幾個步驟而已 好香呀 我想問呢 是啊 不是問你的 為什麼我們吃的時候 真的會出現的 哈哈哈哈 整集 沒關係 上來上來 哎呀 慰勞一下你了 我真的辛苦了 對 真的有東西吃的時候 我就會 真的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 很鮮甜 其實真的加了一些 胡椒粉和鹽 還有一些 很好吃啊 哇 是不是如果不知道 以為不知道做了很多東西 是不是 是啊 其實是沒有做的 就是因為已經很夠味了 很多人如果再加多些東西 它就已經太濃了 對 魚裡面的油其實是很香的 對 你煮了它之後 油會流到汁裡 那麼洋蔥和番茄 全部都會有水 出的 那些味道是鮮甜的 還有薯仔也是 又有營養價值 又健康 又好吃 又漂亮 行不行 我平時說不到話 為什麼太好吃了 薯仔也很好吃 是啊 我經常都煮東西吃很貪心 會想加很多調味料 哦 然後就會蓋住了 而且它會覺得味道好像怪怪的 我明白了 因為特別是如果我們煮中菜的時候 它真的有很多調味料要加進去 那味道會比較濃一些 特別是在我們燜餐的時候 但是西餐很多時候 我們真的就是吃那個材料的 那麼只要你買到新鮮的材料 我覺得就真的不需要拿什麼調味料 我讀南大的時候 我們在廚房裡面 只有兩種調味料 OK 就是鹽和胡椒粉 就完成了 就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很多時候加多了 我們現在要加一些糖 你全部都拿不到的 它是有的 不過是收藏在角落口裡 是不給你用 是只用鹽和胡椒粉 你知道我們後面怎樣 因為有時候要失手 尤其是學生 加多了鹽 鹹 它一吃那麼鹹 你就糟糕了 那個糖不可能是胖 於是我們喝咖啡的時候 就拿一杯糖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你有人在外面喝咖啡 你知道嗎 尤其是去Paris 你每天都會喝咖啡 你就記得拿到糖 把糖放進袋裡 然後 接著 一到那些東西 真的太鹹了 那時候 你要看它看不到 所以快快拿出來 快一點 然後我們 唉 幸好有糖 這樣 我看到那些東西很 distracting 很八卦 它想上來 我們如果拿開它 它覺得電鍵阻礙它 我想它聞到魚味 噢 是不是想上來 它不是的 它不吃的 不過它硬是要做鹹 你好大意 哎呀 來吧 給你看看我們做了什麼 好搞笑 我的肥手摸它 如果你想繼續看的話 請你Like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Mode Moments Mode Moments